和大家一起来拆个箱子 今天朋友给我带了一个宠物盒子 猜一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不要眨眼睛 你的小可爱马上就要出来了 一起来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吧 包裹的这么结实 不会闷死吧 这一点都不透气啊 缠的这么结实肯定不是小猫小狗之类的 剪开来看一下 什么宠物能包裹的这么严实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搞得这么神秘 哎呦今晚是鸟饲料 不对啊 这啥玩意啊 原来是鸟蛋 你看 这也太小了吧 我都不敢使劲啊 看 先给它放在这个盖子上面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一共六枚鸟蛋 刚刚问了一下 原来是他们家的七彩纹鸟 自己下的蛋 看来我的孵化器也要开始工作了 这个蛋太小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再加两个滚动头 给它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样免得它从空隙里面掉下去了 拿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 稍微用点劲可能就会给它捏破 哎呀我感觉我的手都在抖 粘到我的手指上了 手上有汗 太紧张了 好了 这么薄的蛋壳 真是太让我围栏了 为了防止滚动轴转动的时候碰到蛋 我在两头都塞了一点东西 挡着在 好了给它盖上 孵化七天之后看一下里面情况 据说七彩纹鸟是非常漂亮的吧 我们一起来期待吧